本港今年至今录得32宗 儿童感染流感的重症或死亡个案 专家呼吁家长尽快带儿童接种流感疫苗 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在记者会上 即常安排小朋友接种喷鼻式流感疫苗 根据卫生署统计 今年初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数字 较去年增加两成 港大医学院名誉临床副教授关入华认为 仍有需要推高儿童流感疫苗接种率 说儿童、长者、孕婦、长期病患人士 都属于流感高危感染群组 呼吁尽快接种疫苗